你好 中国总理李强与澳洲总理 埃巴尼斯握手寒暄 这是自2017年以来 访问澳洲的中国最高层级官员 肩负任务是收复中澳关系 这是中国国务院总理时隔七年 首次访问澳大利亚 共商合作 共促发展 共化友谊 北京重新牵起澳洲友谊之手 贸易禁令大多数已经解除 中国的澳洲龙下的进口禁令 预期近期也会取消 李强还加码宣布 中国将再提供澳洲两只猫熊 分析认为李强出访 除了争取经贸合作 改善中国经济困境 也试图破解澳英美三方联盟AUKUS 对中国的围堵 但破冰仍在试水温 尤其澳洲对中国军事威胁扩张 关切忧心 也讨论台海紧张寝视 澳洲外长受访表示 向李强重申反对片面改变台海现状 专家更指出 澳中两国对于期许目标有落差 即使恢复贸易和高层交流 但澳洲没有兴趣与中国深化科技合作 澳洲智库民调更显示 百分之五十三澳洲受访者认为 中国是国安威胁而非经济伙伴 重修旧好的表面下 恐有更多暗潮汹涌 在那些新闻全部的报道